看看新闻网 欢迎回来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头条 9月2号 成龙从北京赶到西安 为自己投资的第五家电影院站台宣传 那闲暇至于呢 老板成龙还带着新娱乐在线的记者 一起来参观自己的新影院 来看我们记者发回的独家报道 我现在是在西安的要来成龙国际影城 此次呢 成龙将亲自来到这里 为自己的影城开幕剪彩 下午一点左右 成龙早早地就来到影院 一进门他就开始检查影院各处的设施 是否已经完全到位 小到食物饮品 大到装饰布置 成龙都亲自过问 难得来一自西安 成龙自然要为西安的影迷准备一些礼物 于是成龙在休息室 还忙着签名 现在能标签吗 现在要有钱吗 就得等就准备 忙活了半天 老板成龙这才发现自己还没吃饭 细心的工作人员拿来西安的特色小吃肉夹馍 成龙吃得十分满意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随后作为主人的成龙还自豪地 带着我们新娱乐在线的记者 参观自己的影院 从零到现在已经开了很多家 很多家了 这个是我跟我一个好趴当 要来公司 还有跟我一起打造的一个 以人为本吧 就是以最低的票价 令到所有人都能进戏院去看电影 而且是五星级的戏院 纵观整个影院内的装修 陈设 处处都充满了成龙的风格 印有龙标的矿泉水 墙壁上处处可见龙字的标记 以及带有成龙特色的陈列品 这个算是限量吗 就每一个不同的 对 买完就没了 那个就没有了 还有什么 什么的 好多东西呢 还有东西你慢慢自己借 杯子 帽子 丝巾 这是拍警察故事吗 警察故事 对 警察故事 造型 来到放映厅 成龙还邀请记者 与他一同观看电影 在光影厅 当有一天 你个情人节的时候 你跟你男朋友来的时候 这个灯光又不同 看恐怖片的时候又不同 看明初的 看时装的 看古装的都不同 你会看见 你看 都是很漂亮的 可以变化这个颜色 而且你看每个位置都很宽乐 很宽阔 感受一下 很舒服 我给你看部电影再走 好 除了邀请更多人走进电影院 拍更多好电影 更是成龙一直努力的方向 新片《十二生肖》 今年即将上映 成龙自然要为自己的心血之作 吆喝两句 大哥现在《十二生肖》的进展到哪 现在进入最后期了 调色了 已经调了第二次色了 现在开始有音乐 加入音乐 慢慢慢慢就结合 结合完了就可以上 应该是在十二月吧 十二月十二号 一二年十二点 而在八月三十一日晚上 21点49分 电影《十二生肖》的官方微博 发出与成龙合作多年的好友 黄瑞明突然辞世的消息 悼念《十二生肖》美术总监 跟成龙大哥合作了三十年的 Oliver黄 今天离开了我们 《十二生肖》全体剧组成员 沉痛悼念 怀念他 老朋友一路走好 时隔两日再次提到此事 成龙依旧哽咽 那天已经哭了一天了 他跟了我三十几年了 有警察故事的第一步 开始一直 一二三四五六一下 一直下来都是帮助我拍的 真的走得很快 想就想不到 所以那天之后 我跟我的身边朋友说 就珍惜身边的朋友 珍惜每一天 新一律大线西安独家采访报道